我有二端試驗證喔 它全部都可以把它登錄進去 然後並且得到我的二端試驗證的密碼 然後把我的帳號改掉 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阿宇 各位現在發生一件非常緊急的事情 就是我的Google帳號被盜了 我真的是傻爆眼 凌晨的時候我有收到簡訊 可是我那時候沒注意是什麼 後來發現應該就是 有寄什麼驗證碼給我 可是它連我的驗證碼都可以拿到 對 所以它真的到了非常徹底 我們先去YouTube上面看 目前我的帳號是沒事 因為之前被盜的人 可能帳號會是 被傳一些奇怪的影片之類的 然後導致他們影片下降 可是目前狀況是我這邊沒有遇到這種狀況 那 剛剛我找了很多種驗證方式 我才找到一個是我可以用的 就是 我有一個備用的信箱 是我Yahoo信箱 這個真的是我平常也沒在用 還好它還可以傳送我的驗證碼 到我的這個Yahoo信箱 所以我現在 直接用我Yahoo信箱去那個 驗證就好 這真的是很可怕耶 我真的是傻爆眼 我真的沒想到我會被盜 因為我剛剛手機 一起床我就開我手機 發現奇怪我的形勢力什麼 怎麼都被登出去了 總之就是 我覺得這到了非常奇怪的 有一點原因是因為 首先它沒對我帳戶幹嘛 然後再來就是 我有二段式驗證喔 它全部都可以把它登錄進去 然後並且得到我的二段式驗證的密碼 然後把我的帳號改掉 它後來設的備用信箱是 我沒看過的備用信箱 然後電話號碼也是 我沒看過電話號碼 它等於是把我所有的東西全部改掉 你看喔 我的帳戶呢 被原電子郵件地址 ASD ASD ZSD XC2 哇感覺超級怪的一個 帳戶它寫已通過驗證 然後它還在什麼時候 三小時前無電 那時候我還在睡覺 它還說我的帳戶已經 不受到兩部驗證的保護 有很多人前陣子不是都被盜 然後影片會被傳一些奇怪的影片這樣 對我確定我也是被那個盜 對不對 只是我留了最後一首 是我還有一個是我的Yahoo的 Yahoo的驗證信箱 所以它沒辦法用到我Yahoo的驗證信箱 我終於Yahoo的去驗證 然後讓我 我可以驗證進去這樣 我的天啊 所以我真的被盜 只是它還來不及開始用 就是上傳一些 他們的影片之類的這樣 哇我這個 我要把我所有的 驗證的方式全部用一遍這樣 然後我可能要就是 因為我之前我的帳號是 像是我員工 可以登 然後 公司可以登之類的 那在這方面我可能要做調整 原因是因為 並不是因為 因為說怕他們到我 而是因為怕 他們電腦有點到 類似的連結 然後導致 我被盜 這樣 對 因為應該不是從我這邊被盜的 對 那剩下的部分的話 我 我等一下要先把我所有的驗證什麼的 該用的都用一用 用完再跟大家做一個 就是看一下後續的 處理 然後我應該也會把這件事跟公司講 這樣 請他們幫我看一下我哪邊 需要再做 多做一些處理 我竟然僅憑我自己一己之力 然後 把我被盜的帳號給拿回來了 還好 我有在用其他的驗證方式 對 不然的話我這樣會被整個拿走 我要 我要透過那個 YouTube的一個 就是現在 YouTube有給一個 就是可以快速 申請這個的部分這樣 我可能就要透過那個 可以做我的帳號 可是 就會有三四天 四五天 而且有可能我帳號會因為這樣 現在被停掉這幾天的那個營收之類的 誰要賠沒辦法 那各位我現在把我剩下的部分 全部用一用 這樣 我只要再繼續 對 好了各位 我處理了一整天 早上處理好了 總而言之就是 呃 跟之前其他人的頻道一樣 就是我頻道也是被盜了 好像有些人不會被改帳號密碼 然後 我的話是被改帳號密碼 備用信箱也給我換了他們人自己的 然後電話號碼也是 他們改得非常徹底 那我後來是因為 我 雅虎那邊 還有一個備用信箱 他們沒有管到那邊去 所以我才用雅虎那個備用信箱 把我的帳號給救回來 後來我就自己改 可是我也完全不知道說 呃 因為我沒有任何印象 是我有點到什麼東西之類的 所以我在猜想 因為我的帳號 有其他人也有在用 那可能是他們電腦有不小心點到之類的 導致 就是被國外的到 不確定不確定 所以之後我可能要比較注意這一塊 就是我可能 別人可以用我帳號 可能主要是以 那種就是 可以用品牌帳戶授權的方式來進行 這樣 那先跟大家講就是 目前狀況是沒事了 這樣 對對對 但真的是傻眼 因為我雙重驗證什麼的 我都有用 我沒有想到我真的會被盜 真的是傻爆眼 然後密碼也改了 這樣 那目前暫定是沒事了 沒想到被盜的當天我還是可以繼續發影片 那通常像之前有其他人帳號被盜的經歷是 像前陣子可可酒精他有被盜 然後他是整個影片被關成私人 然後開始直播就是奇怪的東西這樣 像小M他跟我同一天也被盜了 不同時間但是是同一天 然後小M他是帳號密碼沒被改 但是他的那個 他有在直播就是 好像是直播什麼 狗狗壁的東西這樣 還把他的 頻道頭貼換成一隻狗 超超級 超級級掰的 然後 小M現在 目前我拍攝的當下的話 小M他在處理中有記性了 其實大家看到我沒有太緊張 主要也是因為 其實前陣子很常會有人過來 詢問我這件事情 然後我都有從中就是 誒 幫忙就是問YouTube官方之類的 主要就是 會直接丟給阿滴 然後 就是有協助過幾次 所以知道說 這個其實是救的回來的 而且YouTube官方 處理這個程序越來越快 只是只是 被盜當下 還是會覺得很麻煩這樣 好啦 所以請各位不用擔心 請各位不用擔心 我覺得還有一點就是 因為我曾經中過勒索病毒 那那個是救不回來的 所以 我就反應就比較沒有那麼的 沒有那麼激動 以及沒有那麼緊張 最主要也是因為 我就想說 勒索病毒更嚴重了 什麼大風大浪沒看過 對 勒索病毒可是救不回來 這個還救了回來 應該還好吧 所以當下沒有很緊張 然後我就很冷靜的 把整件事情 用一個早上的時間 把它全部處理完這樣 當下其實 就是覺得被盜的時候 啊好麻煩喔 我還要把我帳號密碼全部 之類的 對 我覺得麻煩的主要是 後續的處理 密碼要換嘛 然後全部地方全部登出這樣 然後驗證什麼都要重弄 我覺得 好麻煩 但是目前 狀況 總算是穩定了 我沒想到就是 就是被盜的這件事情 也會淪落到我身上這樣 好啦 那以上就是今天影片 希望大家會喜歡 那 各位如果有 就是相關的經歷的話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跟我講 那各位觀眾如果喜歡 聽影片歡迎在下方 跟訂閱的喜歡 記得去見我的V H-I-U-I-U 按照我的朋友 可以在下方留言 追蹤我的Squid BLCK384 那我們就下方留言見 掰掰 那今天的話是這樣的 就是最近的話 不知道為什麼 多了一個新名詞 假宅 最近的話 很常被說假宅 然後像志祺他也有 就是被這樣講 我有解幾個留言 但是 我原本要做那個 講我最多假宅 那個廢物證 我要做的時候 他媽的他就被操掉了 他被主客不煮掉了 對對對 但是下午發生的事情 我知道裡面的狀況 所以我也不會太認真 但是我原本想說 欸有人提到 那我可以拿出來講 我坐下來 這相機就架好了 然後我就回去看 欸 我的東西怎麼不見了 然後他去查 甚至他被刪掉 喔主客不可以幹嘛亂刪 那我看一下我結的 總之總之 我結了幾個 那目前的話 先跟賈宅脫離 先跟賈宅脫離 我們先不聊 我們今天的主軸 我們先聊一下 就是最近我看到的一些留言 那有一個很好笑 有個人就是他 在留言區留言說 嗆我就是猜個猜不好 之類的 然後 他好像是在社團裡面嗆 然後我就截圖 發 後來 他就跟我道歉 並且還說那個人不是他 是他帳話借給別人 我相信你 我原諒你 所以我們不深究這件事情 對話就如大家所看到的 就在上面 你們可以自己看這樣 對 但是我 我就算了 我就算了 好不好 我跟你們講 這件事 後面還有 像這位他就說 趁熱度假宅 然後我就說 你是不是也想上節目 他就說 想啊 然後我就說我認真 我就請他私訊我 來 各位 這一個我們就看 他會死我 會 我就在那搖下來 拜拜